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的乌迹着装风格简约 优雅、大方 近日,知名女演员迪丽热巴工作室 晒出了今晚活动的照片 引发粉丝热议 照片中,迪丽热巴身穿抽着连衣裙 展现简洁优雅的身材 雍容华贵的气质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迪丽热巴总是以其搞笑的形象和出色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她总能通过不同的造型展现出自己多变的魅力 这一次 乌迹的穿衣风格将她的美貌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款运染连衣裙的设计简洁大方 整体色调温柔柔和 给人一种宁静舒适的感觉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裙子采用轻质材质制成 似乎融入了迪丽热巴的身体 展示了她完美的曲线 裙子的蕴染设计融合了不同的渐变 为整个造型增添了微妙感和层次感 迪丽热巴一向已干净利落的可人形象世人 这身毛茸茸的着装凸显了她的优雅气质 她把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 露出纤细的脖梗和迷人的锁骨 让人爱上她 淡雅的妆容和美丽的珠宝 进一步增强了她的整体外观 使她更加高贵和优雅 除了外表之外 迪丽热巴的身材也非常优美 画面中 她微微侧身而立 一只手精致地放在身前 以独特的姿势展现出曼妙的身材 她的大长腿和纤细的腰身 让整体看起来更加动感迷人 迪丽热巴的每一次亮相 都能让人惊喜、欣喜 她一直能够凭借自己的气质和美貌 赢得观众的心 蕴染服饰风格的出现 再次展现了其百搭的魅力 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 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娱乐圈的地位 总体而言 迪丽热巴此次发布的模糊着装风格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古朴典雅的造型 雍容华贵的风姿令人过目不忘 相信她会在今后的作品中 继续展现自己的魅力 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我们期待迪丽热巴在演艺事业上 取得更大成就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表演 杨阳丑闻 偶像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让娱乐圈深思不已 杨阳 一位备受瞩目的青年演员 最近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 因为她卷入了一件丑闻事件 央视点明曝光了她参与的所谓一条龙服务内幕 这个事件在娱乐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现在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根据央视报道的调查 我们霍西洋洋在过去的几年频繁与一些影视公司 经纪人以及其他明星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并通过提供特殊服务来获取资源和机会 这些一条龙服务包括请客吃饭 陪酒应酬 聚会等一系列特殊照顾 甚至还涉及不正当的亲密接触 当央视公开这一报道后 娱乐圈一时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明星也被卷入其中 这样的行为令人震惊 这一曝光不仅令人震惊 还使公众对娱乐圈背后的黑暗面 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为什么明星们要走上如此阴暗的道路来追求成功 杨阳一直以阳光帅气的形象示人 但现实中的她与这一形象大相径庭 这种反差让人不可思议 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 引起了人们对整个娱乐圈真实性的质疑 目前 关于杨阳和其他卷入丑闻的明星 还没有最终定论 然而央视的点名报道无疑给整个娱乐圈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也提醒了公众不要盲目崇拜 娱乐圈中的明星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的思考 不轻易将偶像神话 并呼吁娱乐圈加强自律 创造更加清明的环境 总而言之 娱乐圈爆出洋洋被央视点名的一条龙服务事件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这一事件唤起了对明星形象的重新审视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不盲目崇拜 希望这次事件能够促进娱乐圈 进行反思和改进 让我们的明星偶像真正成为社会的楷模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